收样、处理、检测报告分析,在黄冈市疾控中心新冠病毒实验室,有这样一群白衣战士,虽然不在临床一线,但却与病毒面对面交锋,他们就是核酸检测者,离病毒最近的人。 2月10号下午3点半,来自云南省疾控中心的4名检测员,刚刚结束了上一班的检测工作,走出实验室。同时,来自中国疾控中心的4名检测员,在与他们做好交接工作后,准备进入实验室开始病毒检测工作。 在样品量特别多的时候,实现了那个,实行了三班岛的制度,从早上8点钟进厂到凌晨2点钟出厂。 交接班时,出实验室的一组已在里面忙碌了近6个小时,在这6个小时里,他们必须穿上三级防护服,带着呼吸面罩连续工作,连水都不能喝一口,对他们而言,时间就是生命,手里的每一个病毒样本,背后都是一个余知争分夺秒搏斗的生命。 今天的话呢,就是收到上午来,收到样品以后呢,前期的话呢,对样品进行处理,然后呢,我们一组一组星期的话呢,就是整个流程把它做下来,包括前期的核酸提起,完了以后呢,就是进行这个,实施阴光定量PCR的一个扩增,然后待会儿的话呢,还要再去看一下检测的结果。 因为中间出来浪费我们的防护用品,前期我们的防护用品现在也是稍微有些紧缺嘛,要不断地动态地进行补充。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,是病例确诊最关键的一环,同时也是最危险的检测,一旦操作不慎就会被感染。 在做好交接工作后,核酸检测者们会对自己进行体温监测,并定期对自己做核酸检测。 因为我们接触这个标本也算是高风险嘛,我们不希望把我们自己的原因影响到实验室其他的同事嘛,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定期地进行监测一次,也是对我们的工作的正常开展呢,也是一个保证嘛。 据了解,截止2月11日,黄岗市疾控中心新冠病毒实验室已检测4600多个病例样本,日检测能力最高达400以上,已实现当日样本零击压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